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的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甄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反彌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了,節目開始之前我們首先要到歉 因為我們這段時間 節目有回音 當然也是機器和設定的問題 向大家說聲對不起 對不起 因為真的很困難 我們台本的經營已經相當困難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好了,今節 多謝芒友提醒 多謝芒友提醒 也多謝芒友的歡容 包容 多謝 今節說一下這個 我們這些機器都盡力做到最好 但是聲音很流 但是想不到這個 這個小鷹 所在的台灣地區中流 真的是中流 發生什麼事? 而且這個叫王牌無人機 那時候 你會發覺他們說到什麼都很厲害的時候 最後得出來的結果都是挺搞笑的 這個就是台灣地區的 所謂王牌無人機 就出身未折 新鮮史 向詳細 詳詩英文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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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就是小鷹 英雄 英文 原來 日前 台灣地區的中山科學研究所研發的 這個叫 這個名字挺好聽 叫做藤雲 無人機 有沒有駕帽呢? 是沒有的 因為你上去已經不能騰了 踏了 踏了 那麼 他們就說 中午時份最搞笑的是 這是陸媒獨家報道 所以他就沒得奶貓了 因為自己有了 就是發生嚴重的事故 原來 中午的時候 在這個所謂 空軍花蓮基地起飛 進行 作戰 測評的時候 就是測試 當時 在進行高速滾行科目 突然之間 失控 衝入了 旁邊跑道的草瓶 也好 造成 機身 是有 叫做 損位 最搞笑的是 他們 都很大步 因為當時想著 你對岸有 很厲害嗎? 對岸無人機 我們也有 是很厲害的 是很厲害的 開發不容易的 是不是很厲害? 因為沒多久就已經掛了 掛了 更加要出動這個大型的調車 將它調來原地 再由這個拖板車運送走 後來就是 回到解散基地 失控的原因 是未知的 暫時未明 當然 你說需要檢討嗎? 當然要 現在 他們說這個無人機 是因為 很搞笑的 好像說不關機事 是導航系統 亮起了失效燈 即是系統和無人機兩樣東西是分開的 系統還系統 機還機 這個其實我就是不明白 為何你的問題和我想的一樣 你是不是失控? 是的 是嗎? 這個工程師 漏夜 進行這個數據對比 就說要找到真正 導致 這個系統失效的原因 這個事故也都令到 邱先生 就是他們管理這個房務的邱國正 就和科研院的高層 很關注 也都相當緊張 在開了緊急會議 就由 這個研發階段 各式的狀況 都有研究 邱先生 其實什麼狀況都有 邱先生也都說 我們關心的 亦都是 希望 這個研發團隊 勉之意 勉之意是什麼意思? 其勉之意 即是其勉之意 其許和 是 惠免 這個意思 嘩 他很厲害 我現在可以做翻譯的了 這個台 很厲害 你可以明白 我可以明白 這個 騰雲 異形 原來 他就說得很厲害 當時 老公 乃老公 是不是不用擔心 因為 未起飛已經是 動不了 是不是 不用擔心 因為 擔心的時間都沒有 他已經是 入了草皮 已經衝入了草皮 因為當時 這個老三說 這群胡印之 他們說我國的 引好了 江蘭斯的王牌 王牌 王牌 應該是 普通話應該說 王牌 是王了 王牌出局 兩王一雄 去年六月中旬 這個騰雲二營 無人機 首次是繞行 台灣地區的 航空識別區一圈 哇 那時候拍了手掌 號時十個小時 創下了紀錄 證實 他說證實 已具備 中 長程的 監測力量 航程 將涵蓋台灣 周邊的海域 但是 這次就不知道為什麼了 當然 這次 他們就說 可能 是這個 機件 故障 廢話 當然我也知道 這些幾項不是機件故障 就是人為操作 你無人機就沒有人在上面 沒得賴 他就說 依標準程序 是不起飛 這是廢話 你都 你都剷入草地了 什麼不起飛 你自己 明明飛不到 就說不起飛 你都飛不到 還有什麼依情罪 你依情罪又怎樣呢 你能起到飛嗎 最後就是 煞車減速 挖出跑道進入草地 說得很好聽 經過初步檢查 無人機的主起 落架 以及螺旋掌有 這個損傷 目前 拖到去檢查 以後繼續進行這個 叫做 測飛 就是 測試飛行 真是 很辛苦 測試他的東西 難道測飛也是演唱會飛嗎 測飛 是的 原來 他們想著 雄心壯志 為什麼說王牌呢 他們 想著 如果這次是OK的話 就由 台方空軍 偏早授訓 原本預計 在三月進行 作戰 測評之下最快 在年中前 完成後 進入 大量生產階段 結果這次 不是很多 之前說得那麼厲害 後來他們又 鬥了 怎麼鬥呢 由於改進的時候 很難掌握 軍方高層 期盼 可以儘快處理 頂你 你不好似 搞到高端 儘快什麼 EUA 到時 你有盡快批 到時 你這批大規模生產 結果 瑕疵很多 虧錢 亦都出了很多事故 小心一點 最搞笑的是 並且納入 外部專家共同會產 大家看看發生什麼事 以免影響到 後續的 作戰測評的進度 其實 這句話他們已經說得不正 始終你也是想快 你這樣說 不是先看看有什麼事 以前這個 前科學院的人就說 如果在油箱和載重不同情況下 有不同的起飛 觸限 如果出現狀況 就會立即停止飛行 但是如果 不放棄起飛 一旦飛上去 就可能 一聲地跌下來 反而更加糟糕 是否像現在這個狀況 沒錯 他應該是 飛了幾下 他好像有點失控 馬上殺制 幸好他殺制仲舊 他殺極 也衝入草坪 殺極也衝入草坪 由於 起飛是全馬力滑行 而且速度還是相當快 衝入草坪 會造成喜樂家機身本身的 受損 軍事專家也說 從追查原因 到後續測評 沒有問題 的話才可以重新放飛 可能很快 也可能要一兩個月 騰雲二營 其實 之前說得很厲害 制空時間可以二十四小時 飛行高度有四萬五千英尺 那麼高的 在這個 精打合一 小心點說 又精又打 在這個精打合一是什麼意思 就是 是可以 攻擊合一 具 的功能 具有中長程的 偵察能力 那麼專家就 很搞笑 他說 可以對東部外海進行 長距離的偵察 平時可以由地面 的汽車控制 分區 進行管制 專家也說 這個 本尼很厲害 他們所搭載的是新式的發動機 是美國 MQ-9B 無人機 海上衛視同款的發動機 可以 衛星 是 導控自動起降 衛星導航 是嗎 具多機 操控 還有 就是 聯網導控等等功能 這樣看來就不太多 其實 之前他們也說到還有一個機型都很厲害 這個就叫做 雷虎 雷虎 雷虎科技 其實之前 兩天前 跟台軍的陸軍 後勤指揮部 又是簽了 簽訂的軍品 契約 但是這個是比較小的 微型無人機 原型機闊號 採購契約 結果 知道是什麼嗎 那隻股價馬上飛了 原來 這個雷虎本來 是做 玩具模型的 嘩 有一些 立刻沒有信心 你知道綠門怎麼說嗎 華麗轉身 小心點 你原本是 我們也有些 來自外國的 本身本業不是做那件事 後來他做 做另外一個行業 做得很成功的 有很多的 Ebay也是其中一個 Amazon也是其中一個 但是 Nokia也是 但是 對台灣地區的這些 有點害怕 原來他們的董事長 叫陳 陳冠宇 去年 下半年 一次意外 覺得自己的努力 水到渠盛 不是那些什麼事 原來 當時 他們 台海 很緊張 因為佩洛西 揣台 8月份 小英 到了嘉義院 其實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地方 很厲害 叫亞洲無人機AI創新應用研發中心 厲害 就說要打造一個無人機國家隊 國家隊引號 叫亞創中心 希望 藉著 軍民聯手 即是民間企業 共同 提升台灣的防務主動 和不對稱作戰實力 說得很厲害 經過第一批輪選 去年年底 黃美花 管理經濟的那位阿姐 就說 軍用商 軍用商規 不是大陸的 不是共產黨的商規 是商人的商 軍用商規 無人機 系統整合 主導廠商名單出爐 入選的 就有 九間 廠商 備受觸獲的就是這間雷虎 他就搶下了微型無人機的主導權 兩個月前雷虎更加是唯一 一間以大型 軍民通用 無人直升機 T400通過 蔡政府計劃的廠商 他說 我們這間公司 過去 是以 遙控飛機聞名的 遙控無人機 遙控無人機 機機和無人機 你表面上聽起來好像差不多 做起來好像不是 軍需品好像差很遠 應該正確 正確很多 他說這場什麼意外 因為 玩具市場緊縮 眾人 就 不做了 淡出眾人視線一段時間 過去 那半年就以這個軍用無人機事業 重回美光燈 結果 結果是什麼呢 這個小心 可能有些人操作 就是這個 股票狂升兩倍 一夜之間 成為了市場上 這個軍工概念 股的股神 那你 是不是被人炒作 說真的 之前高端那麼大問題 那麼 陳冠儒就說 他 台媒都說得很誇張 這個 聲若紅中 聲若紅中的陳冠儒就說 坦白講 坦白說 之前 我們什麼軍用產品都沒有做過 他很害怕 大哥 真的吃了成實豆沙包 你知道他說哪兩個字 令到他要做嗎 不知道 命運 命運 命運就算顛飛 命運就算曲折離奇 是不是這樣 命運就迫我們這樣做 和別流淚 三孫 更不應舍弃 我願能一生永遠陪伴你 你說大疆 雷虎 我很少玩無人機 可能我們是孤立寡民 如果有 汪友玩過雷虎的無人機 他以前真的做這些 做玩具無人機 你記住 是玩具 他說從來沒有任何經驗 賺命運 令到我要做這個無人機 命運背後 我們也有著四十幾年的經驗 不過只是做玩具 那就是沒有經驗 我最怕好像高端 弄一弄一弄 原來你是不行的 原來是不行的 那就是 一說到那麼大 就 真的要小心一點 說得那麼厲害 我以為甚麼驅使你要做 原來是命運 如果 命運能選擇 你去做無人機吧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說得那麼高級的無人機 原來他還有其他業務 做甚麼 甚麼 弄假 我們大哥全部沒有關係 很難有信心 做牙科產品 其實他的資本也很少 他的資本只有13.26億新台幣 你說得那麼厲害 你做個軍事無人機 有甚麼科技的背景 有甚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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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說你完全是零 跟這個軍工企業 相差得遠 你想想國際上大型 那些甚麼 諾歇馬丁 我們是做玩具的 起家的 怎樣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那麼低的 起點 起碼技術方面要有那麼多 他只是做假牙帽 還有做這個 牙科 這個 鑽牙機 之後 他們 更加 15年 轉入 消費型無人機市場 推出 多續 飛行器 這個名字很厲害 叫做Ghost 魔鬼 有沒有看過那一套 人鬼情美料 最搞笑的就是 他覺得 整個市場都是你 台灣很有願景 全球軍需無人機的市場 起碼165億美金 到 之後會升到343億美金 以後 以後美國給我買 他引擎也給人買 所以 所以 所以得淡少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拜拜